自从去年11月份号称小赌王的西米华和十多位骨干成员被捕后 坊间一直在传 澳门的博彩行业将迎来一次大洗牌 而和西米华交情颇深的德晋集团主席陈荣烈 也被外界议论纷纷 表示兄弟已经倒下了 那么他还会远吗 果不其然 1月29日还未来得及和家人过春节的陈荣烈 被警方从某酒店内带着 而且走的时候非常不体面 黑头套手铐加深 一袋独听大鳄就此落下了帷幕 近日港澳媒体继续对此事进行了追踪 陈荣烈设计了四项罪名 如果一旦所有罪名成立 那么陈荣烈将面临极为严重的牢狱之灾 也可以说陈荣烈的后半辈子的人生将彻底给毁了 另外根据媒体报道 陈荣烈已辞去了澳门丽郡集团执行董事一职 并没有要求公司补偿 报酬 遣散费等一系列费用 由此可见 陈荣烈或许早已预料自己有这么一天 一直以来 陈荣烈是出了名的宠妻达人 自2017年突然公布和女性安一轩大婚后 陈荣烈对安一轩可以说是百般呵护 一年当中大小节日加起来送给老婆的奢华礼物 可谓是数不尽数 而在安一轩眼里 陈荣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24小时好老爸 不仅给足了自己锦衣浴时的扩台生活 最重要的是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这一点相信对每一个女人都很重要 其实对于安一轩来说 物质方面对她而言并不重要 因为她自身条件也不错 难得的是陈荣烈眼里只有她 结婚五年 生活点滴皆充满了豪气的浪漫之感 让安一轩真正过上了 犹如童话故事中的公主般 嫁入豪门后的安一轩 火速淡下了一对子女 而且自己又有救急在身 故而演艺事业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老公陈荣烈突然翻车 安一轩美好的公主梦瞬间被打破 截止目前安一轩还没有正面回应过此事 不过台媒爆出了安一轩的最新动态 虽然目前安一轩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 但是除夕夜少了陈荣烈 似乎让安一轩提不起任何兴趣 而根据安一轩的亲友描述 安一轩好几日不吃不喝 除夕夜更是哭到泪崩 家人们非常担心 长期这样波动的情绪下去 安一轩的救急很容易复发 据悉安一轩的心脏 二三肩半脱垂 必锁不全的疾病 这个病已经困扰她十多年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也希望安一轩能够赶快坚强起来 毕竟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人照顾 有网友这样感叹道 多好的一个大好人 怎么就犯法了呢 确实在去年河南暴雨灾情中 陈荣烈夫妇捐款了200万元 平时公益也没少做 只是一码归一码 每一个人触犯了法律 那么这个后果只能由自己承担 澳门警方上时没有传出 对陈荣烈和西米嫂老公处罚的细节 所有的案件都还在处于一个调查之中 不过据港媒的最新消息透露 陈荣烈已经被移送澳门监狱 等待警方和法官的下一步提审 也就是说陈荣烈和某华的罪行 已经基本确定下来 接下来就是对罪名的确定 与其公司背后所犯罪行的落实 随着陈荣烈被移送监狱进行关押处理 德进公司的整个股份也全面崩盘了 短短几日已经跌到了三成 和西日暗宣嫁给陈荣烈当时的结婚事业 也成了大家的谈资 回到问题的本身 我们一起来看看港媒是如何形容陈荣烈罪行的 港媒透露陈荣烈所犯的罪行多达四项 而且在警方起初进行调查的时候 他还拒绝配合调查 并且不承认警方所出示的罪名 看得出陈荣烈在某华被关押之后 他做了一些充分的准备 而陈荣烈所涉嫌的罪名 由执行黑社会组织的领导能力 与指挥职务罪 洗钱和非法赌博罪 隐藏巨额财产与转移等多项罪名的指控 目前这一些罪名仍旧还是在调查之中 一旦陈荣烈的罪名成立 媒体称他将面临着至少20年以上的刑期 陈荣烈被移送监狱 公司股份崩盘 目前这一切似乎都已经稳定下来了 而安亦萱呢 知情人透露他整个春节都没有过好 就连除夕也都是以泪洗面 虽然身边有娘家人一起照顾和陪伴 他老公被移送监狱这一件事情 令他的生活全部被打乱 而他昔日的结婚誓言也可以说是真的一语成诚了 在2017年的时候安亦萱和陈荣烈结婚 陈荣烈贵为百亿富豪 安亦萱本来就是富家小姐 当时结婚的时候疯狂大半 结婚的时候安亦萱对陈荣烈说 这辈子赢了算你的 输了那一定是我的错 我会永远爱你 昔日这句话看得出安亦萱对陈荣烈的爱十分深沉 如今老公出事了 他将面临着的事情太多太多 两个孩子还小小女儿出生的时候也是风光大半 玩宾客的随手里都是三千元一份 老公被关押起来 估计安亦萱接下来也将要消失很久很久 陈荣烈性格颇为低调 一直以来都不被大家熟知 直到2017年与致命女星安亦萱成婚 让其逐渐走入公众视野 陈荣烈英文名为Livertrain 原籍福尽省晋江市 小学毕业后 陈荣烈便跟随哥哥来到澳门 寄住在叔叔家 从澳门学校毕业后 他便进入赌场工作 开始接触相关博彩业 并逐渐熟悉这个行业 当时澳门尚未回归 陈荣烈在接受杂志专访时曾提到 小时候他居住在黑沙环区 那时居住在黑沙环的人都比较穷困 所以他们亦比较刻苦 然而那时大部分的福建人都聚集于那里 所以黑沙环就演入一个小福建 而当时的陈荣烈言越语都不会说 苦修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考入一所澳门大学 80到90年代 贵宾厅业务初起 刚刚毕业的他就进入了这个行业 从基础做起 正是做起了蝶妈仔 也因此见证了澳门博彩业20多年来的腾飞 澳门回归祖国后 澳门赌场的营业牌照被一分为三 无数游客开始来往于内地和澳门香港 积累了一定经济基础的陈荣烈 争取到了一份赌场执照 2009年陈荣烈成立德晋集团 并且和富豪陈志和合开了一家名为银河娱乐的赌场 按照曾经澳门赌场贵宾厅的发展模式 很快迎合娱乐赌场 贵宾厅也让陈荣烈成志和赚得盆满钵鱼 随之陈荣烈控制的公司 也一举成为亚洲最大的博彩中介公司之一 陈荣烈也从蝶妈仔到赌业大亨的阶级跃升 也算得上赌城澳门富豪换宇级的任务 陈荣烈于2020年9月11日 从场外以每股1.05港元的价格 购入12.8亿股 澳门力军公司股票 跃升至该公司第一大股东 2019年按萱给丈夫陈荣烈生下了一个儿子 失业有成的陈荣烈当即豪制5.5亿 购买了四栋别墅 作为妻子的生子奖励 一时间财大气粗的陈荣烈疼爱妻子的佳话 在澳门传为美谈 而媒体之前的报道 安萱的豪宅里面 摆放的各种名贵饰品 预估就超10亿 这只超两米高的铜柱麋鹿 价值约600万人民币 去了解陈荣烈和安萱结婚之前 已经和前妻生活了十几年 还有了一个女儿 现在11岁 陈荣烈娶了安萱之后 也一直有照顾前妻母女 有媒体报道 前妻的女儿喜欢出海 她还买了一艘游艇送给她 在陈荣烈发家之后 她创立的德金集团 先后涉足过房地产 仓储物流等行业 以往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 陈荣烈表示 她在内地的不少省份 如福建广东等地 都纷纷开设公司 帮助解决了上万内地人的就业问题 在河南水灾之时 陈荣烈和安萱 还以夫妻的名义 捐款了两百万 摆在台面上的陈荣烈 是一个慈善企业家的供应形象 私底下她是博彩业大亨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